后来当时我就走了 那次之后 我就不再跟他联系 你这事为什么不在台下去找他呢 显得你更虔诚一点 你到台上来找他 告诉所有的观众 曾经我把小亮当了备胎 然后呢 今天我要把备胎找回来 我要给备胎一个名分 我是真爱着他 我要把他扶正 因为小亮 我有伤害过小亮 他当时完全完全不知道 我有男朋友这回事 有一天早上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在家呢 当时 我天天有人敲门 说是送快递的 我也没多想 就没记得自己买东西 我根本没想到 会是别人什么的 我就过去开门了 当时开开之后 我男朋友也出来了 就问说亲爱的谁啊 我一看着小亮 我立马就把他推出去了 我说就是一送快递的 我知道那次自己特别特别过分 我也不是说没有理智的一个人 我知道那次自己做得特别不对 就小亮发现了你有男朋友 就他发现了 发现完了之后 我联系不到他 电话也打不通了 微信他也给我拉黑了 我就当时就觉得旁边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一样 什么东西 我试过所有的方式去找他 他之前那些朋友那些哥们我都联系过 没人告诉我他在哪儿 但是我不放弃 我必须要通过这个渠道 我通过任何渠道我要找到他 如果我是小亮我就想问问 你是真心的吗 我是真心的 因为我现在跟他过来跟他道歉 我想让他知道 我现在已经变了 我不是之前那个我了 我这个渠道来说